我們再過一個主席我想先問一下就是說 嚴寬恆一審判刑 李宇寅將叫民進黨一審就平權 來 您要怎麼會害怕 好 對於我們黨內的同志 任何的司法的官司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全力的 能夠爭取他的清白 那希望嚴寬恆委員加油 當然我們黨籍的部分 都會依照我們黨的規定 依慣例來處理 不需要李宇寅指指點點 那主席再請問一下就是說 怎麼看高宏和立審搞判刑 你還相信他清白嗎 我也一樣的角度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共同的 來追求司法的公平正義 那高市長也是一樣的 接下來的不管是二審 或者是其他的法律的努力 都能夠提供足夠的相關的證據 能夠證明他的清白 對於這些目前還沒有存在的事情 我們都不予討論 那現在的重點是 有關所有的災後的重建的工作 包括我們今天來勘災 陪同謝一鳳委員 許玉珍委員 我們都是希望的 全力的來爭取相關的補助 讓各地的重建的工作 能夠盡快的復原 好 謝謝 謝謝 首先我以沉重的心情 向大家鄭重聲明 有關本案對我的指控 我感到極度的震驚跟遺憾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我一直以來都秉持著 清理公正誠信的原則 努力為人民服務 如今因為一些莫須有的指控 而深陷司法訴訟爭端 我必須在此清楚的表明 我的清法 並強大這些指控的荒謬 荒謬 司法應該是公正無私的 應該依照法律的事實來進行審判 而不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預跟操縱 我的靈性助理 當時長期擔任義務擔任助理的服務工作 在106年 我的國會助理出缺 107年到109年之間聘請他為國會助理 他的薪資直接都在他的帳戶裡面 都直接是由他自行支配 也是他的財產 我並沒有去干涉影響支配任何的事項 到如今我們所有呈現的證物證據 都是顯示出這些助理費都是他個人輸入 而且到目前為止都在他的帳戶當中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服務團隊幕僚 超過國會助理的兩倍 我們沒有動機也沒有理由 要去佔你 竊佔助理費 到你助理費 這是對我最大的烏 至於買賣不實的方面 我完全沒有假買賣的動機 我在這邊要非常感謝買方 因為當時我在買賣房子的時候 我的家具 我的很多事物都暫時寄放 因為他也是投資 所以他同意讓我寄放這些東西在房子裡面 那不管多便宜我都要賣 因為當時不管是媒體還是名嘴 還有一些很多很多的人 整天的叮騷騷擾嚴重的影響到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我的子女 他們的生活安全以及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為了保護他們 我決定要賣掉房子 無論多便宜我都賣 完全沒有假買賣的動機 我深信事實中將戰勝謊言 真相中將大白 正義也得以聲張 儘管當前的處境 對我來講無比的艱難 但我深信我的清白跟無罪 我會繼續的透過法律的救濟 來堅決捍衛我的民生和權利 我要特別感謝所有支持相信我的朋友們 在這段艱難的期間日子當中 感謝你們給我最多的鼓勵跟支持 因為你們的信任跟支持 讓我有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 我會繼續的堅持我的信念 為了國家的發展 人民的膚質 努力奮鬥絕不退縮 另外我再提到 這個案子的起源 源自於竊戰國有弟 我的太太因為竊戰國有弟五百萬交牌 但是這三個案子當中 竊戰國有弟被法院一審判決無罪 那檢察官在查扣的證物當中 利用這個竊戰國有弟 後面引發了所謂的買賣不實 跟盜領助理費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所有呈現的證據 以及所有的證人 包括我們服務過的對象選民 都出庭作證 但是我們很遺憾 法院沒有斟酌對於我方有利的證據 在這兩個案子判決 有罪判決 判決本人有罪 加買賣及詐領助理費 本人難以接受 我們等到收到判決文之後 我們會提出上訴 那你們有提問 那個本人是因為那個 剛剛警長有說 其實最主要他的政府的關鍵 就是因為在那個領地 他太太在那個記帳裡面 有一張是嚴走 代收代付狗票 上面有清楚是 他們的領導運 其實都是用在你的用途上 還有嗎 還有幾張 這個他剛剛記者提問的部分 證人也就是林靜甫的太太 他也到庭作證 那至於說他為什麼會這麼記帳 也是出於他自己本人的一個想法 他在庭上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 那這些錢 這些薪水 全部都是由他先生的帳戶自行支配 完全沒有去用到嚴寬人的一師一好 跟嚴寬人毫無相關 這個部分在偵察庭 在法院的審判過程 這個黃小姐說得非常清楚 包括其他的證明林靜甫是不是助理 從事助理的工作 以及被他從事助理的期間服務的 這些相關的選民人員 一律全部都出庭作證 甚至最遠的到馬祖 馬祖等人都過來作證 所以我在這邊要非常嚴正的 我非常遺憾 司法 我希望我們相信司法 司法的一個公正跟獨立 但是我們很遺憾的 這兩個罪 這兩個罪 被判處有罪 我們認為是天大的願望 而且是對我本人最大的侮辱 我剛剛提到 這個案子的核心 是由竊佔國有地開始 竊佔國有地之後 搜索之後 才一併起訴了 這個偽造文書跟道理助理費 但是 這個案子核心 竊佔國有地 一審判決無罪 我太太 偵察庭五百萬交保 已經是天大的願望 更誇張的就是後面這兩個案子 污辱抹黑 指控一零寬騰 盜領助理費 這是最大最誇張的 我們無法接受 我相信支持我的民眾 支持我的朋友 你們一定會替我感覺到 這個判決 是無法接受的 還有嗎 我們黨有相關的態度嗎 據說所有的民眾 是沒有任何決議嗎 一切都尊重黨中央的決議 目前我們沒有接受到任何的訊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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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